今天的《非凡十年看名企》系列报道 我们走进中国建材集团 中国建材是全球最大的基础建材制造商 十年来中国建材突破了一系列高端材料技术壁垒 实现了多种关键材料的自主保工 水泥 玻璃纤维 风电叶片等气象业规模 稳居世界第一 今天就让我们通过一个药瓶 一块玻璃 一根玻璃纤维 去认识这背后的创新和跨越 画面中展现的是药用玻璃 与普通玻璃 玻璃液的流动性对比 药用玻璃难以成型 曾是制约我国疫苗瓶自主生产的瓶颈之一 要求我的融化温度会有较大的提升 但是我的棚又具有一定的挥发性 温度太高 我的组成就不稳定了 为了打破垄断 回击漫天要价的国外厂商 曹新和团队反复论证细节 最终通过采用全氧燃烧加电柱绒的方式 实现了高品质中性棚规药用玻璃管的稳定量产 其实像这样的争论我们每次都没有达成过一致 像我们这个楼 我们的团队 我们所有的科研的制度 都是这十年代新建设起来的 十年前 伏法玻璃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在中国建材刚刚挂牌成立时 国产玻璃最薄只能做到一毫米 不仅品种单一 质量还不稳定 十年间 国产玻璃的厚度 已从毫米级跑进了微米级 2020年 中国建材启动 30微米超薄柔性玻璃工业化生产 打造了全球首创的 超薄柔性玻璃全流程产业链 新的一个配方 新的工艺 新的参数 都是靠大家一点一点地探索出来的 在经过第六个月的时候 咱们终于做了第一片超薄柔性玻璃 现在我们能想象到的应用场景 正在进行弯折实验的 就是三块30微米厚的超薄柔性玻璃 在完成了百万次近乎对折的弯折实验后 玻璃表面依然完好无损 如果把它用在折叠手机上 可以解决使用有折痕的痛点 弯曲自如 薄如缠意 只有破碎时才会提醒人们 它是块玻璃 在超薄柔性玻璃上的突破 从源头上保障了信息显示产业链安全 在声音的细微变化中 暗藏着我国玻璃纤维产业的十年变迁 最后一声声响 就发自目前世界上最高磨量的 玻璃纤维配方 它的磨量可以达到110几帕 相当于一个指甲盖大小的面积 沉重一吨以上的重量 能够恢复到原来的形貌 作为支撑新能源 风电等 重要产业发展的上游原材料 玻璃纤维不断突破极限 带动风电叶片长度频频刷新记录 今年8月 全球最长123米风电叶片 在连云港下线 叶片使用的玻璃纤维就出自这里 十年前我们做出第七代 玻璃纤维配方的时候 刚刚赶上国际先进水平 国外同类产品从2万 直接降低到1万每吨 当我们做出第八代玻璃纤维配方的时候 我们已经实现了引领和超越 当我们研发出第九代 实际上我们已经进入无人区 是材料等产业 过去十年 中国建材陆续在中国 埃及 美国等多地 建成八大生产基地 玻璃纤维年产能超过350万吨 位居世界第一 供应超过四分之一的全球市场 目前全球每三个风电叶片 就有一个使用中国建材生产的玻璃纤维 生产线上滚烫的玻璃液 自然低落 被拉成微米级的细丝 你现在看到的这一面里面 它总共有4000根玻璃纤维 如果说有一根玻璃纤维断了 那么它的整个作业就会中断 我们目前拉致的成品 也可以达到98%以上 这也是代表了世界上最高的水平 十年来 我国新材料产业总产值 年复合增长率超20% 产值从2012年约1万亿元 增加到2021年的5.9万亿元 形成了全球门类最齐全 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